新加坡食品局前天发售通告 只是进口商召回来自大马某家公司 含有常言沙门市军的鸡蛋之后 我国随后也做出了回应 大马兽医局发文告指出 这批有问题并且印有CES008字号的鸡蛋 不会重新流入大马市场 而兽医局也强调 这批字号CES008的鸡蛋 也暂时禁止在国内销售 直到化验报告证实 鸡蛋不含有沙门市军为止 受医局表示在事发过后 当局已经派人员到雪州而兰的一家养鸡厂 以调查鸡蛋受感染的源头 并且检查周遭的卫生环境 同时也从养鸡厂带回样本化验等等 官员也在跟有关公司管理层进行交流之后 对方也同意着手改善 并且将会更频密地监督跟提高卫生方面的管控 如今部分的鸡蛋出现问题 不少人就开始担心 这是否会影响我国的鸡蛋供应呢 对此冒销部也发文告表示 有关当局正在跟兽医局 还有卫生部合作 就本地市场上的鸡蛋供应量进行评估 以确保鸡蛋供应 不会因为这起事件而受到影响 而冒销部副部长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也针对这起鸡蛋惊魂的事件作出回应 部分鸡蛋出问题搞到人民心惶惶 冒销部副部长今天在登加楼出席活动时安抚民心 强调卫生部食品安全及品质组时刻监督本地 市场鸡蛋的情况 那截止目前 在检测上百种鸡蛋样本的过程中 只有三个样本含有沙门市军 因此认为民众大可不必担心 此外副部长也警告业者 不要借机调高鸡蛋的价格 而民众也受诉 不要恐慌性抢购 因为这将造成鸡蛋供应中断的情况